这个可怕的怪物为何长着婴儿的脸 故事还要从一个风雨交加的一晚讲起 农场主家的母牛半夜难产 镇上唯一的兽医过来接生 他从产道中拖出一团血肉模糊的幼崽 众人定睛一看 这竟然是个人类婴儿 大家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直升 佩德拉萨是西班牙的边陲小镇 几百年来都没有遇到过这种怪事 他们急匆匆找来镇长帮忙 镇长一到就警告众人收集手机 千万不要生长此事 母牛生子完全超出正常认知 镇长决定先向神父求助 一大帮人浩浩荡荡地前往教堂 镇上的大胡子神父有些另类 他不仅是位神父还是一名拳击手 不知道以前犯了什么错 才被梵蒂冈下放到此地 众人打开村民录制的生产视频查看 大胡子一眼看出 这是村民在合伙欺骗女兽医 他们趁兽医不注意的时候 把牛犊跟婴儿掉了包 想必村里有人不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才出此下策 三人一起到咖啡厅里商量此事 镇长的老婆艾莉有些不乐意 工厂里还有一大堆问题等着处理 镇长根本没时间多管闲事 他们夫妻俩经营着镇上的酒店杀猪场 既不缺钱也不缺名望 但镇长没什么架子为人热情 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只靠艾莉把关 镇长能有今天的地位 全靠老婆帮忙 他把烂摊子交给艾莉处理 继续跟着女兽医调查婴儿仪式 三人打听到农场主老赫的女儿 又一周没去上过学了 而且失踪前 整天跟男友形影不理 他们觉得这女孩有可能就是孩子吗 于是马上驱车赶往老赫家 镇长明里艾莉询问 他女儿是否怀孕 老赫一听站起来就要送客 他女儿还未出嫁 哪能让人随便污蔑 老赫还让女兽医管好自己 你老公跑出去这么多年不露面 还好意思到别人家里指手画脚 眼看场面就要一发不可收拾 老赫闺女的羊水躺了一地 这下可真是啪啪打脸 虽然老赫的闺女确实怀了孕 但也说明她不是孩子的妈妈 女兽医跟镇长只好仔细确认录像 他们发现距离母牛最近的嫌疑人 是镇上有名的小乞丐 此人不仅是个孤儿 还有智力缺陷 另一边大胡子刚回教堂 就看见小乞丐在自己家翻箱倒柜 小乞丐丝毫没有被抓包的自觉 还带着大胡子走到教堂一边 他一拉墙上的装饰 竟然打开了一间密室 小乞丐说这是以前的牧师修建的 为的是躲避民兵的虐待 大胡子让小乞丐保密 不要告诉别人密室的存在 谁知当天晚上就发生了意外 小镇的钟楼被人敲响 被吵醒的居民聚集到广场上 原来小乞丐偷走了那个孩子 还把他抱到了钟楼的最高处 虽然大家都认为小乞丐有智力问题 但这小伙子其实是个天选之人 他可以跟鬼神交流 洞悉天机 只不过没人相信一个傻子的话 小乞丐单手滴溜着小婴儿 说他是个祸害 必须得死 否则恶魔会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 大胡子跟镇上的老法警十分紧张 想劝小乞丐把孩子交出来 不过两个大老爷们根本不会谈判 最后还是女兽医出马 说服了小乞丐 但后者不杀掉孩子 无法跟神明交代 他告诉大胡子 我这么做全是为了你 说完就一扭头跳下钟楼 小乞丐不愧是天选之子 这么帅都没有死 警察把孩子交给养牛场的主人抚养 而镇长和女兽医在小乞丐身边 捡到了两样东西 八成是小乞丐从大胡子那偷的 这两样东西 一个是天主教区魔术 一个是装在铁盒里的银币和铁钉 两人没有把它们物归原主 而是悄悄藏了起来 至于这银币的由来 就关系到本篇的主题了 在圣经故事中 犹大为了三十枚硬币背叛耶稣 害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受刑 犹大心生愧疚 选择自我了断 而他的三十枚硬币被众人抢光 流散到世界各地 想必这枚硬币就是其中之一 镇长带着那本驱魔书回家 然后上网搜索大胡子的莱莉 结果得知此人曾被制控谋杀 在监狱蹲了两年 才被下放到小镇 艾莉看到后警告丈夫小心大胡子 她一定想在小镇闹出些风波 然后再站出来驱魔 这样就能证明实力重回梵蒂冈 女兽医也查到了大胡子的黑历史 但她没有拐弯抹角 而是直接去教堂找大胡子对质 聪明人聊天就是痛快 大胡子直接坦白杀人指控的始末 当时她帮一个中邪的男孩驱魔 可那个恶魔异常顽强 胜水十字架都不管用 大胡子用尽各种办法都不行 还意外导致对方心脏病发惨死 那个铁盒里的铁钉银币 就是驱魔石从男孩体内取出来的 大胡子因为这件事一蹶不振 坐完两年牢就来到了这里 女兽医为言归还手中的铁盒 大胡子却没有药 女兽医只好将硬币塞进口袋 就在这时镇长和法警过来抓捕大胡子 她觉得妻子言之有理 怀疑大胡子就是在背后搞鬼的人 后者表示她跟此事绝无关系 如果不信大可以展开调查 另一边兽医去奶牛厂检查 经过产婴一事后 母牛居然没有任何问题 牛厂主告诉兽医 其实她跟妻子原本有一儿子 可惜因为一时疏忽 导致对方溺死 儿子的死让这个家再也无法快了 直到这次母牛产下一个婴儿 牛厂主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 所以才会申请领养这个孩子 但现在事情已经超出控制 女兽医一听觉得奇怪 养个孩子而已 有什么超出控制的 牛厂主不说话 她带着兽医来到二楼房间 这里被布置成了婴儿房 那个小宝宝在短短几天里 竟然变成了一个大头怪婴 牛太太慈爱地抱着婴儿 殊不知在别人看来 这一幕简直堪比恐怖片 女兽医赶紧告别夫妻俩 去找阵仗 她离开后不久 牛厂主就跟老婆吵了起来 她不想再养育这个怪物 准备去警局报警 但妻子却被母爱冲合了头脑 她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孩子 牛太太杀掉丈夫后 去厨房做鲜榨肝脏 当婴儿腐蚀 因为那个怪物只吃生食 另一边镇长趁妻子睡着 溜出家门 她前脚离开 爱丽就睁开了眼睛 此刻镇长和女兽医 来到农场主家 结果发现 屋里挂满了 蜘蛛网样式的绳子 牛厂主的尸体 倒吊着天花板上 看起来就像是 蜘蛛储存的食物 两个人壮着胆子 上楼质问牛太太 这牛太太简直就是战神 女兽医看镇长被暴揍 二话不说就跑回车里逃走 她正准备去搬救兵 结果遇到大胡子跟罚警 原来镇长事先联系了他们 自然重新返回农场主家 只见牛太太把镇长 绑到了天花板上 她此刻已经被恶魔附身 战斗里飙升 牛太太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楼上未成型的怪胎 她让大胡子交出银币 否则这件事情没完 眼看牛太太就要把大胡子打个半死 老法警连开树枪将其击倒 随后爱丽叫救护车带走丈夫 牛太太也被塞进车厢 女兽医返回二楼婴儿房 那个大头鹰早就跳窗逃跑 地上还残留着她脱下的人皮 鬼知道那个婴儿变成了什么东西 此时救护车上的牛太太突然坐起 她拿着手上的蜘蛛玩偶召唤儿子 怪物撞开车厢门 救走了牛太太 大胡子似乎知道怪物不会轻易离开 她带着女兽医进入教堂密室 打开自己偷藏的武器库存 下一秒 盛气是传来窗户破碎的声音 大胡子独自过去确认情况 原来是牛太太追过来了 危机时刻 女兽医出来吸引视线 她一路躲进祷告室中 就在这时阵长正好打来电话 可是还没等兽医接通 牛太太就来到了门外 她看到银币在兽医手中 马上打烂木门 伸手抢夺 好在大胡子小宇宙爆发 坐倒牛太太 她把子弹进在圣水中施力 然后朝牛太太开枪 大胡子抱着她去后院处理 而祈祷室上方蓬蓬作响 那个蜘蛛怪鹰终于现身 女兽医捂着嘴不敢出声 她看到蜘蛛怪长着一张婴儿的脸 女兽医急忙接通电话 镇长知道怪物能听玩偶召唤 就让她赶紧毁掉玩偶 女兽医连滚带爬地跑出祈祷室 那怪物也追了出来 诡异的娃娃脸越靠越近 怪物钻进水井逃之夭夭 紧接着大胡子现身 女兽医问她 为什么杀了牛太太 还能为啥 当然是为了保命 而且大胡子也没有打死她 牛太太这会儿就在盛气室躺着呢 大胡子让女兽医归还银币 后者却理直气壮地拒绝 与此同时 瑞士发生了一件怪事 一个老头冲进银行 直备银库 就连子弹也无法将她击倒 老头目的明确 取走银库中的银币 然后走到街边的一辆黑车中 他把银币交给车上的墨镜神父 下一秒就咽了气 而墨镜神父的老大 就是梵力刚的某位红衣主教 他们在秘密搜集30面银币 画面一转再回到女兽医这边 他拿着银币告诉镇长 怪物就是为了这个东西而来 大胡子神父又是瞒着我们 这天晚上酒馆老板的儿子 从店里睡了瓶酒 招朋友狂欢 他们跑到荒郊野外玩通灵游戏 其中一个马尾女孩 三个月前刚死了吗 大家想把他妈妈的灵魂召唤出来 可通灵板却引来了一位外地鬼 他声称自己来自意大利 名叫西亚科莫 就在这时一阵妖风吹灭蜡烛 小伙伴们手忙脚乱地打开手电筒 几人惊觉 马尾女孩小来不见了 当晚警察和热心的村民全体出动 可惜找了一个晚上 没有任何收获 就在这时 镇上最有钱的土豪带着女兽衣赶来 两人处于暧昧阶段 最近正在频繁约会 小来的父亲是土豪哥的警卫 所以他过来关心一下搜寻进度 镇长见女兽衣跟土豪哥在一块 心里竟然有些嫉妒 他早在不知不觉间对女兽衣动心 因为警方没有查到什么线索 所以女兽衣去拜访小来的好友短发妹 他想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短发妹表示 一个意大利鬼抓走了小来 她的名字叫西亚科莫 女兽衣文言脸色一变 因为被大胡子驱魔害死的男孩 就叫西亚科莫 女兽衣马上到教堂质问大胡子 后者解释 自己跟小来失踪无关 至于其余的事情无可奉告 深夜青年们在群聊里 讨论小来失踪的事情 他们正聊得热火朝天 小来的账号却突然上线 而且他还给金发女打了个电话 金发女还胆战心惊地接听 小来在电话中大喊 你们得再请一次笔仙 才能救我出去 短发妹得知 大家又要玩通灵游戏 马上去找女兽衣求助 女主担心几个孩子闹出意外 只能陪着短发女前往约定地点 有人赶到现场时 游戏还没有开始 桌上的杯子突然移动 几人强作镇定开始游戏 并且真的召唤出了小来 他还表示 想跟女兽衣谈谈 当兽衣碰到杯子的刹那 玻璃杯开始加速移动 并且拼出了完整的锯子 把银币还给我们 下一秒 地下室的照明灯熄灭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失踪的女孩小来就出现了 第二天 女孩到教堂找大胡子 她表示 那些人让我跟你说 把他们的东西还回来 大胡子没有多说什么 她把小来送出教堂 来吧 赶紧带着女儿离开 就在两人 路过一个帽子老头时 小来突然告诉老头 抱歉今晚你就要死了 后者文言十分惊恐 并且感到心脏一阵剧痛 果不其然还没等到天黑 帽子老头就因为心脏病发去世 短发妹听说这件事后 决定跟好朋友谈一谈 原来自从小来从那个地方回来后 就能看到每个人被不同的颜色包围 一旦周边的颜色逼近黑色 就代表这个人即将死亡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小来指着手拿鲜花的路人 说这个人马上就会死 短发妹觉得这事太蹊跷 就找女兽医过来帮忙 后者觉得预知死亡是无稽之谈 于是拉住准备提醒路人的短发女 谁知还没等两人走开 那个捧花男人就被车撞死 镇长听到消息后赶到现场 女兽医想跟她解释来龙去脉 艾莉却阻止镇长继续偿活这些事 这样不利于市政厅的竞选 可镇长没把妻子的话放在心上 因为她的注意力全在女兽医那边 午后镇长大胡子女兽医三人 准备跟小莱谈一谈 没想到女孩差点自尽 还好他们发现及时 小莱刚睁开眼睛就告诉大胡子 你的颜色也快变黑了 大胡子根本不信这一套 所谓的预知死亡 只是恶魔在对人进行心理暗示 导致他们紧张分心才会出事 傍晚大胡子在家休息 家里电视机突然打开 这时门铃突然响起 大胡子开门一看 竟然是小莱 她把女孩请进屋里去厨房倒水 小莱拿起水果刀转过身去 不知道在切什么东西 她把一块手帕递给大胡子 后者解开一看 里面居然是小莱的断指 女孩面无表情的威胁道 如果你不交出他们想要的东西 我会继续割掉我的手指耳朵舌头 大胡子抢过刀子扔掉 然后走到门外报警 不料小莱捡起刀子追过来 直接划开了自己的嘴巴 大胡子无奈之下 只好带着小莱去女兽医家里搜寻银币 谁知东西还没找到 土豪哥跟女兽医就回来了 两人看到一脸血的小莱 还以为是大胡子干的 土豪哥只要带着他问罪 却被身后的小莱用匕首捅到 他让女兽医立刻交出银币 就在这时 地上的土豪把灯拽倒 在灯光的照射下 墙壁上显现五个教徒的影子 一定是他们控制了女孩 大胡子试图唤醒小莱 可对方已经被神秘力量洗脑 并且坚信只要自己乖乖听话 就能让妈妈死而复活 只见他唤起飓风将屋顶掀翻 众人死死抓着家具不敢松手 受伤的土豪哥直接被卷到半空 大胡子让小莱不要轻信谎言 你妈妈肯定不想看到这幅场景 危机时刻小莱恢复了神志 他和土豪哥都被送进医院 而就在隔壁休养的小乞丐 正在跟墙壁上的黑影交谈 他向主教大人保证 我会照顾好他 等待着你的到来 与此同时 美国纽约一个提着箱子的光头男人 走进街边的珠宝店中 他告诉店员 你知道我要什么 后者威严打开储存式的保险柜 他拿出一条镶嵌着银币的项链 光头男抠出银币后 杀掉店员离开 镜头一转再回到西班牙小镇 镇长刚为一对情侣主持完婚礼 他全程心不在焉 艾莉对此非常不满 因为他想借这次婚礼宣传自家酒店 此时新娘的光头表哥正在赶往酒店 他后座上摆着一个三层大蛋糕 是专门从临阵定做的 期间表哥和妻子神色交集的通话 有人讨论着昨晚在家中见到的怪事 希望那个东西能够早点消失 表哥一走神 撞上了路边的电线杆 妻子听到手机里的动静赶紧报警 救护车把光头表哥送进了医院 表哥的妻子不想再隐瞒实情 希望镇长去他们家中一探究竟 于是两人回到表哥家里 表嫂把镇长领到了一面镜子前 紧接着女兽医接到电话 镇长让他马上过去一趟 诊所的宠物狗狂吠不止 他拼命拽掉桌上的背包 似乎想找里面的银币 女兽医见宠物狗迟迟无法冷静 只好先把他关回笼子 随后他来到光头表哥家中 女兽医对着镜子看了半天 没找到问题 镇长指出镜中的桌上有一本书 但现实世界的桌上啥都没有 女兽医一看还真是 她用手机放大模式查看书籍 发现那本书名为尤大福音 尤大福音是基督教异教的宗教书籍 记载了基督事先安排尤大背叛自己的真相 由于镇长对宗教一知半解 只好寻求大胡子神父帮助 后者告诉镇长 该隐派认为背叛也是救赎的一种 因为上帝是万能的存在 所以世间一切都在他的计划之中 上帝希望犹大背叛自己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救赎 所以犹大是最伟大的圣徒 他舍弃自己的灵魂 帮基督完成了使命 大胡子反问镇长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为什么允许罪恶存在 该隐派认为恶是善存在的必要条件 恶人也是在扮演上帝安排的角色 所以某种意义上善即是恶 恶也是神计划中的一部分 随后主角三人聚集在表格家的镜子前 镇长发现镜中的那扇门是开着的 而现实中的门一直紧闭 不管怎么晃动现实的门 都无法影响镜中世界 就在这时 女收衣看到一个黑衣人 走进了镜子中的门 三人马上查看现实中门后的房间 但里面没有任何人 镇长为了寻找真相 找摄影师买了几个微型摄像头 安在镜子附近监视情况 而大胡子留下看守诡异的镜子 镇长离开后 向女收衣展示监控画面 说他们可以趁此机会 确认大胡子到底是善还是恶 女收衣觉得这么做很不地道 镇长却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晚上她躲在卫生间一直看监控 爱丽觉得很奇怪 丈夫为啥在厕所待了一个多小时 而女收衣嘴上不赞同镇长的做法 回家后还是没忍住打开了监控系统 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 大胡子坐在镜子前打起了瞌睡 就在这时 镜中人突然站起身 他诡异地望着真正的大胡子 小镇上的宠物狗突然一起狂吠 第二天一早 镇长跟女收衣返回表哥家 他们叫醒趴在桌子上熟睡的大胡子 让对方看一看昨晚的录像 大胡子看到后大为所惊 只见镜中的大胡子走进那扇打开的门 里面坐着一个打赤膊的男人 现实大胡子虽然很惊讶 但他不满两人偷偷监视自己 所以拒绝跟他们交谈 不过聪明的女收衣猜到 镜中打赤膊的人就是西亚科莫 那面镜子能照出人内心的恐惧 大胡子是因为不愿面对过去 才对这件事情置之不理 随后 女收衣去看望光头表哥 并从对方妻子口中得知 虽然现实中桌上没有那本书 但只要伸手触碰桌面 就可以摸到书的轮廓 难道说 他们身处的世界才是幻象 女收衣立刻去找镜长 有人正准备回表哥家 却发现窗帘被人拉上了 他们急匆匆冲向那间房间 看到大胡子准备砸烂镜子 二人赶紧拦下大胡子 就在这时 镜中大胡子现身 他说想跟现实大胡子单独谈话 镜长跟女收衣只好暂时离开 镜中大胡子表示 他们还没有放弃你 只要你肯交出银币 大胡子文言 拔掉房间内的摄像头 然后举起锤子准备动手 谁知镜中人突然开口 说西亚克默想跟你谈谈 他说完就把男孩推出来 西亚克默身边围绕着苍蝇 脸色发白 大胡子想祈求他的原谅 西亚克默突然站起来 他一把抱住大胡子 将其拖进镜中 而假胡子走出镜子世界 等镜长二人破门而入时 完全不知道眼前的人已经被吊包 假胡子领着镜长 女收衣回到教堂 他告诉两人 想夺走银币的人 就是该隐派的教徒 这帮人的圣物 是伤害过耶稣的东西 比如十字架之钉 荆棘王冠 或是朗吉努斯之矛 上帝受难之物 就是他们的力量源泉 所以异教坚信 照期犹大的三十枚银币 就能使基督教灭亡 假胡子告诉女收衣 你没有能力保护银币 最好把它交给我保管 女收衣觉得假胡子说得对 但她要亲自把银币 放回教堂的记忆室 女收衣跟镜长 去收衣院取回银币 但两人很快发觉 假胡子举止怪异 他们急忙锁好诊所的门窗 但假胡子不断给女收衣洗脑 想让她把银币交出来 就在女收衣快要被对方说服时 她突然瞥见假胡子的手表有意 女收衣推倒对方 重新锁上收衣院的门 而街上的假胡子已经消失 两人意识到神父有问题 于是打电话向警察求助 但假胡子用神秘力量催眠了法警 她干扰整个小镇的居民 让大家聚集到教堂 假胡子站在台上演讲 故意引导众人 憎恨镇长跟女兽医 另一边发狂的宠物狗跑出铁笼 她死死盯着拿着银币的女兽医 镇长见状 让女人把银币扔过来 宠物狗果然掉头扑向镇长 危机时刻 女兽医翻出镇静剂 刺入宠物狗体内 有人猜到大胡子被吊包了 于是前往光头表格家 寻找进入镜中世界的方法 女兽医没有忘记表格妻子的话 她试探着摸索桌面 果然摸到了一本书的轮廓 而镜中显示 她正抓着本书 女兽医用力将书砸向镜子 镜面应声而碎 通往镜中世界的通道显露出来 二人走进神秘的异空间 进入那扇打开的门 他们来到了一个极其说华的房间 两侧墙壁上挂满了镜子 每个镜面都通往不同的地点 简直就像多来A梦的任意门 此时女兽医被一面镜子吸引 她看到里面坐着一群红衣主教 大胡子被强行绑在长洲中间 身穿白衣的教徒正要处决她 紧要关头 女兽医亮出银币 大胡子趁机挣脱束缚 她踩着桌子狂奔 一脑袋皱烂镜子 镇长赶紧扛着她 离开镜中世界 而此时 假胡子带着小镇居民 浩浩荡荡地杀到宠物诊所前 她冲过去推开大门 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银币 但是翻了个底朝天 啥也没有找到 领头大艾力出来报告情况 假胡子为言摸了摸她的脸颊 紧接着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镇长跟女兽医 把大胡子送到医院 镇长突然接到妻子的电话 两人各自隐瞒了今晚的情况 并且约定待会儿在家里碰面 而小镇外的异教徒 还在忙着收集银币 一群身穿工作服的人 正排成一列在地铁隧道中前进 他们打开隧道的侧门 一路来到一个圆形隧道旁 他们利用绳索挨个钻进去 没想到里面别有洞天 一座颠倒的耶稣兽奈像 助力在中央 大头的神父借着梯子爬上去 从耶稣眼中撬出一枚银币 好了 让我们再回到小镇这边 因为居民莫名其妙 破坏了兽医的诊所 所以镇长提议 大家可以按能力捐款 帮助女兽医重建诊所 可居民认为 兽医院只是小问题 他们更想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失控 最近镇上怪事频发 击连死人 大家无法再装作视而不见 爱丽火上浇油说 大胡子坐过牢 她想让众人一起联名 要求更换审妇 居民们纷纷点头 赞同爱丽的说法 镇长无奈之下 只好统一 但她跟妻子的矛盾 也越来越深 镇长觉得 联名一事 不能瞒着大胡子 就想提前提醒她一下 谁知大胡子家里没人 此刻 她正在前往罗马的飞机上 大胡子准备 去寻求好友的帮助 1990年的罗马 她跟好友胖罗 法维尔经常聚会 期间三人谈及 想当神父的原因 法维尔表示 她想找到上帝 也许只有抓住恶魔 才能引起上帝的注意 为了验证自己 有直面恐惧的勇气 三人玩起了快刀游戏 大胡子和胖罗都害怕插伤手指 法维尔却握紧叉子 插进手背 整个过程 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大胡子一觉醒来 已经到达罗马 他搭计程车来到宗教学府 岁地正在修缮 不对外界开放 大胡子无视标语 钻进建筑内 当年在此学习的场景 仍然历历在目 1990年 老师曾在课堂上 现场驱魔 他表示 不用管恶魔说什么 驱魔是要做的 就是坚定的祷告 课后 法维尔跟胖罗叫住大胡子 他们约好 晚上十点在仓库集合 法维尔有事想和二人分享 傍晚三人走进编号188的集装箱内 只见屋内锁着一名西装男子 他已经在此地关了两个月 法维尔称这个男人是恶魔 跟他交谈几次 比上一学期课都有用 法维尔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上前撕开恶魔嘴上的胶布 后者立刻说出大胡子诱使的经历 而且这些事情极其私密 除了大胡子以外没人知道 可胖罗怀疑他是个骗子 法维尔质问恶魔 你还有没有同类 其他恶魔在什么地方 你们是否在这个可感知世界之外 还是说恶魔活在每个人的脑海里 后者回答 出战后 撒旦带着部下撤离到了上帝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地方被称为智利又名地狱 法维尔又问圣传的目的是什么 恶魔答约 我们只是希望自己在圣神计划中 扮演的角色能被承认 恶魔虽然被分到了不受欢迎的角色 可没有他们上帝的戏剧就不完整 难道扮演恶绝的演员就活该得不到认可吗 法维尔被恶魔的观点迷住 甚至想见一见他的老大撒旦 恶魔警告法维尔 撒旦存在的本身就能毁灭人类 法维尔却甘愿冒这个险 大胡子没有恶魔对言论洗脑 这句话非常精彩 我们没有被上帝分配角色 所以有权利选择善恶 法维尔独自走进发光的大门 两位好友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大胡子听到他的惨叫声急忙追上去 但那扇门后空无一物 法维尔也凭空消失了 大胡子只好把胖罗送去医院 恶魔的火焰不止烧伤了他的皮肉 还侵害了胖罗的灵魂 他想找一个神圣的地方接受洗礼 于是大胡子带着胖罗前往耶路撒冷 然而来到圣经中记载的橄榄山 此地为犹太教跟基督教的圣山 胖罗前程默念着圣经洗涤灵魂 而神父竟然看到了不远处的法维尔 后者看见他拔腿就跑 大胡子健壮赶紧追过去 他拉住法维尔询问门后的情况 可对方装作不认识大胡子 法维尔跑到街上被一个神秘人接走 此人就是操控路人抢劫银行的那位神父 回忆到这里告一段落 大胡子来到熟悉的管教所 找了好久不见的胖罗 后者正在跟管教所的人打拳击 大胡子摩拳擦掌也加入其中 两人边打边聊 大胡子表示 不久前他在一个镜中世界见到了法维尔 还差点被对方弄死 原来之前抓走大胡子 一直寻找银币的红衣主教就是法维尔 胖罗表示 那家伙现在可了不得 法维尔已经当上了 跨宗教对话委员会的教皇主席 胖罗说 法维尔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劝大胡子逃离西班牙 最好逃去愤怒 痛苦更加强烈的地方 只有这样才能引去自己的踪迹 这也是胖罗待在管教所的原因 同一时间 一位白衣圣妇正被信徒簇拥着前进 谁知当年那位锁在仓库的恶魔现身 画面一转回到西班牙小镇上 虽然村民不肯承认他们破坏了诊所 但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弥补错误 女兽医受够了这个地方 丈夫失踪两年来 镇上流言不断 每个人都用可怜的目光看待自己 女兽医决心摆脱现状 所以他答应了土豪哥的示爱 准备跟对方一起离开小镇 随之不久后镇长拜访 他说自己会组织募捐修缮诊所 女兽医却表示 不用浪费时间了 他要跟土豪哥一起搬离小镇 镇长为言非常着急 他不希望女兽医离开 但女主趋意已决 他坐上土豪哥的车离开了小镇 镇长显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他一个人窝在猪肉厂工作到深夜 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女兽医的事 爱丽看出丈夫在赌气 就想跟他好好聊聊 可镇长认为 都是爱丽咄咄逼人 才逼走了女兽医跟大胡子 爱丽文言伤心欲绝 只好独自一人开车回家 没想到半路遇见了小乞丐 她还坐着轮椅 像刚从医院跑出来的 爱丽担心小乞丐出事 就下车把她推向自家宾馆 谁知小乞丐突然说 整个阵子都知道 你老公爱上了女兽医 不过那个女人的老公就要回来了 女兽医和镇长注定没结果 小乞丐表示 这是爱丽应得的奖励 镜头一转 让我们看看罗马这边 大胡子找到了龙巴迪神父 想寻求对方的帮助 但神父表示 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西班牙小镇正在发生诡异的事 龙巴迪神父似乎感应到了什么 她头突然一阵剧痛 紧接着画面来到小镇的郊外 一名老女人拿着酒靠近稻草人 然后把女兽医跟丈夫的合照塞进去 只见她把酒倒在稻草人的周边 此人正是女兽医失踪两年的丈夫 消息很快在小镇上传开 镇长连忙去机场截住女兽医 并且告诉她 你丈夫回来了 另一边 大胡子推着龙巴迪散步 后者让她去见胜父一面 只有此人能终结 关于三十门银币的事 龙巴迪会安排大胡子与胜父见面 并提醒她一定要小心法维尔 大胡子告别神父准备回住处 结果在街边的餐厅看到了恶魔 她赶紧加快脚步逃跑 但恶魔的身影无处不在 下一秒 大胡子从梦中惊醒 刚才的一切就像一场梦境 第二天 她在龙巴迪的安排下去见胜父 这胜父就是之前被恶魔解住的那位 两人开始对话前 胜父要求大胡子对本次谈话保密 并且一定要理解她说的每一句话 一句诗言一处误解都会使一切陷入危险 接着胜父让大胡子向她完全信任的 红衣主教汇报情况 不料这位主教就是法维尔 红衣主教法维尔为了审问出隐蔽的下落 不惜化身八岁孩童的样貌 潜入大胡子的梦境中讨话 好在胖罗及时出现 带走了年幼的大胡子 但法维尔很快追了上来 胖罗意识到好友神仙险境 马上顺着线索去找大胡子 他来到当地教会举办的展览中 发现寻找隐蔽的该隐派神父 也带着手下进来 他们走到了限制外人进入的门后 胖罗只好把门位骗到一边打晕 再悄悄地溜进去 此时两个白西装男人 把一套衣服交给大牢中的大胡子 等他换上以后 两人带着大胡子进入该隐派内部 法维尔想把他拉到自己的阵营 通过接下来的对话可知 法维尔已经收集到了29枚银币 只要拿到女兽衣手上的那枚 该隐派就能改变整个世界 就在这时大胡子看到了胖罗 法维尔担心他误事 就派人把胖罗抓起来 然后自己带大胡子前往梵蒂冈档案馆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法维尔走进一侧的案门 里面收藏着被教会禁止的禁书 还有耶稣自己的福音书 大胡子为了不打草惊蛇 一直顺着对方的意思行动 直到法维尔让大胡子亲手杀掉胖罗 以此证明自己加入该隐派的决心 大胡子只好上去打了胖罗一拳 法维尔也伸出手 隔空提起胖罗 大胡子见状有些吃惊 难道这人真的拥有了审力 法维尔不想再浪费时间 大胡子赶紧带着胖罗逃跑 法维尔马上对一旁的尸体施法 半人半蜘蛛的怪物追上了大胡子两人 他们跌跌撞撞的跑进门后 那怪物因为体型过大被卡在门外 大胡子和胖罗趁机逃走 就当他们以为逃过一劫时 怪物却再次现身 眼看大胡子也要跟着完蛋 法维尔却站出来命令怪物住手 因为他的计划需要大胡子活着 大胡子捡起匕首 刺伤怪物后溜走 另一边女兽医得知丈夫 马里奥还活着 赶紧跟着镇长回去确认 他面对两年来朝思暮想的面孔 丝毫没察觉到不对劲 女兽医立刻带着丈夫离开警局 而那个老妇人正在暗处注视着两人 其实马里奥的一举一动 全部由老妇人操控 兽医老公的出现在镇上传得沸沸扬扬 村民老贺得知消息后 脸上露出震惊的神色 他午饭也不吃就跑出家门 老贺跑到街边的咖啡厅 找到兽医夫妻俩 他一把抓住马里奥的肩膀 等男人转过头来 老贺直接腿软摔到了地上 女兽医想过去询问 老贺却躲进酒吧的卫生间 不肯揉面 镇长听到消息后 马上过来帮忙 不得不说 他这一个镇长确实称职 老贺隔着厕所门告诉镇长 马里奥不应该出现 可他却不肯说明原因 与此同时 女兽医带着马里奥 一起来到被烧毁的诊所前 镇长帮忙募集了一部分资金 足以更换家具跟设备 马里奥认为 没必要继续经营诊所 他们夫妻可以搬离小镇 找个地方重新开始 而老贺离开酒馆后 回家拿猎枪 他老婆见状吓了一跳 马上打电话联系镇长 只见老贺气势汹汹地 冲进兽医家 好在夫妻两个不在 老法警也及时赶到现场 他开枪射伤老贺手臂 这才让对方冷静下来 另一边 女兽医被马里奥说动 连行李都没有收拾 就打算离开 女兽医扑过去 抓住方向盘 车子直接冲进河道 而镇长也急匆匆地 跑回工厂找铲子 他挖开老贺所说的地方 果然找到了马里奥的尸骨 同一时间内 假的马里奥爬出车厢 他抱着女兽医 前往附近的加油站 后座的女兽医恢复清醒 并偷偷发短信联系阵长 就在这时 车子停在水库旁 马里奥把女兽医拽到桥边 威胁她交代银币位置 女兽医表示 银币就在水里 你想要就自己跳下去了 马里奥为言带着兽医跨到桥外 此刻镇长跟法警赶到 此日 女兽医埋藏了真丈夫的尸骨 经过昨晚的意外 女兽医越发欣赏镇长 可对方不仅有家事 也不可能离开这个小镇 所以女兽医还是决定去巴黎 投靠备胎土豪哥 只要这样才能平息 马里奥突然出现 又突然消失的事 而远在法国的土豪哥 正在一家高档的日料店泳餐 她特地选了一条最新鲜的鱼 原来女兽医没有说谎 她真的把银币扔进水库了 现在银币兜兜转转 又到了土豪哥手中 另一边大胡子躲在一栋废楼里 就在这时 女兽医突然来电 两人正准备约地点碰面时 电话那边突然提到胖罗 可女兽医根本不知道这号人 大胡子惊觉 电话那头的人是法维尔 她抓起手枪砸烂手机 看来整个罗马都逃不出法维尔的控制 大胡子即刻动身前往叙利亚 因为胖罗说过 苦难越多的地方 越容易躲避追踪 大胡子留在叙利亚救助难民 亲眼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 这天一个小孩子冲进来抓住她 把大胡子带到了一辆车内 原来是龙巴迪神父找了过来 她说白衣圣父已经失联 几天前还有人袭击了教皇 多亏教堂中保存了圣物 护住了她 教皇才没有一命呜呼 现在罗马教廷完全被法维尔掌控 一旦她集齐了30枚银币 后果不堪设想 龙巴迪嘱咐大胡子 一定要收好银币 可问题是 怎么在不使用手机的情况下 联系上远在异国他乡的女兽医呢 大胡子想起 法维尔不是能侵入梦境吗 她好歹也看了两眼耶稣福音书 说不定也能做到 只见大胡子给自己注上麻醉剂 然后在睡梦中回到小镇 梦里的一切都很怪异 且不合理 她最终在超市里找到了女兽医 几个路过的大妈凑过来偷听 大胡子怕他们是法维尔的耳目 就想拉着女兽医离开 谁知好好的超市变成了迷宫 还没等两人想法子绕出去 小莱又冒出来自虐 女兽医受到惊吓 捂住眼睛 这一下把大胡子和小莱都赶出了梦境 间接着地上出现一条红色布条 女兽医踩着布条前进 看到了前方的法维尔 好在这只是梦里的场景 另一边一伙士兵闯进难民营 抓走了正在救人的大胡子 只因为他身上带着十字架 大胡子就被士兵丢进了地牢 他不理解自己为啥被抓 于此时镇长验罚了现在的生活 他告诉妻子艾莉自己打算卸任 艾莉让镇长别耍小孩子脾气 赶紧上台发表竞选演说 谁知镇长照着稿子念了两行 就宣布期限一到 他就卸任 这时一辆外地车停在广场上 从上面下来两个国家安全局的人 他们分别是金发女探长和小助手 特地前来调查小镇的离奇事件 女探长第一个要查的人 就是持枪袭警的老贺 不过老发金已经提前打好招呼 让老贺不要乱说话 他两年前误杀马里奥的事已经压下来 千万不要再闹出什么岔子 否则没法跟人解释 马里奥复活又消失的事 老贺嘴上答应得很好 可他无法消化马里奥复活的情况 转头就开枪结束生命 整个小镇笼罩在阴霾中 镇长回家后跟艾莉大吵了一架 他觉得两人的关系就像生意伙伴 根本没有其他纽带 镇长想要简单的幸福 他不在乎事业跟名望 艾莉文言暴怒 他是因为不能生孩子 才把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事业上 而镇长明知道这点 这镇长东拉西扯了半天 其实就是变心了 他准备去巴黎追回女兽医 结果被女探长叫到了警局问话 而此时巴黎出现了一位熟人 他就是屡次出现的该隐派神父 为了方便记 我们就叫他黑神父好了 黑神父坐到一个大爷面前 问他近来身体咋样 大爷站起来活动筋骨 表示自己拳打史太龙 叫踢史瓦辛格 一口气跑二里地都没有问题 黑神父文言递给他一条项链 大爷一戴上就沦为傀儡 他一拳坐到护工 跟着黑神父离开 此刻女兽医正在不远处的餐厅用餐 土豪哥表示 我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女兽医还以为他要求婚 他找借口去洗手间联系阵掌 而戴项链的大爷已经来到餐厅 客人拿着他的枪赶紧逃窜 女兽医躲在暗处观察 发现大爷在土豪哥身上翻找 而那个装银币的小盒子就在桌布下方 眼看大爷就要拿到银币 保安突然冲过来开枪 两人扭打肩 他拽掉了大爷的项链 后者立刻失去控制 倒立死亡 就这样 银币再次回到女兽医手上 镇长也得知了土豪哥惨死的消息 艾莉没有等来丈夫的道歉 却从邻居口中得知 镇长在酒吧租了间房 当晚小乞丐的喊声打破宁静 女探长和助手堵住他 问小乞丐在喊什么 后者回答 镇上要来新神父了 女探长看出小乞丐有智力缺陷 就准备从他的口中套话 小乞丐嘴上没个把门的 把牛生子 镜子人 稻草复活 乱七八糟 所有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女探长两人听完却暗想 这小伙子果然是个精神病 就在他们准备离开时 女探长突然指向大陆 镇上居然真的来了一位新神父 这不就是仓库恶魔吗 艾莉还以为是镇铭的请愿书生效 上面才派神父过来顶皮大胡子 所以把恶魔请进酒店入住 而女探长发现 恶魔走过的地方 残留着黑色腥臭的粘液 女探长暂时放过了这个疑点 因为她接到举报 得知兽医偷偷藏了一具尸骨 女探长和助手打开女授医老公的墓 准备把骇骨拿回去化验 另一边大胡子被人套住脑袋拖出地牢 一辆车拉着犯人前往沙漠行刑 也许真的是上帝保佑 一个心软的本地士兵 不想残杀无辜 竟然偷偷地放走了大胡子 以及同车的另外两位犯人 三人抢过一辆废车 准备逃离沙漠 不料一个士兵追过来破冲而入 直接在车里跟大胡子打了起来 这小破车哪经得起这么折腾 没开多远就翻了 几人赶紧下车逃跑 士兵冲上前扑倒大胡子 不料下一秒就被对方反杀 而大胡子手上留下了两道圣痕 画面一转再回到小镇这边 艾力即将跟镇长谈离婚 为了迎接人生的新阶段 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 在两方商量财产分割时 镇长让出了所有的财产和股份 她只想尽快从这段婚姻中脱身 另一边恶魔找到操控稻草人的老妇人 并且交给对方一包粉药 老妇人将粉末倒进了小镇的下水道中 殊不知这一切都被小乞丐看在眼里 紧接着艾力亲子过来 给恶魔送教堂的钥匙 后者看她因为离婚哭得两眼发红 就伸手递给艾力一张卡片 嘱咐她将其藏在镇长身上 与此同时 马里奥尸骨的检测报告已出 女探长把老法警叫过来谈话 这死者头骨内嵌有子弹 她作为警察是不是得解释一下原因 老法警文言拍案而起 我自己都想不明白 怎么跟你们解释 这马里奥两年前被人误杀 前阵子又突然复活 可惜活了没两天就跳进水库 还在半空中碎成了渣渣 这就是你们要的解释 老法警告诉女探长 这个阵子被诅咒了 你根本不知道你卷入了什么 趁还来得及赶紧离开吧 女探长认为 法警不配合工作 就把她关在了拘留室内 当天深夜老夫人潜入屠宰场 她一铁钩刺死支援 推着一整车猪头离开 而镇上的下水道正咕噜噜冒着白烟 爱丽绕开下水道进入酒吧 她以换洗衣服为由 从前台小妹那儿大探到了丈夫的房间 然后把卡片藏在了镇长的衣服内兜中 紧接着爱丽离开酒吧 这会儿功夫 下水道的烟更浓了 她只能打电话联系丈夫处理 毕竟对方现在还是镇长 不能对镇上的问题坐实不理 镇长一看着眼就知道有问题 她不打算继续隐瞒这民最近的怪事 所以决定召开一次会议 镇长先回房间打电话通知女兽衣 然后穿上外套准备出门 与此同时 小乞丐正在跟踪恶魔 后者不断地往地上倒黑色粘液 她觉得好奇 就问恶魔在干什么 是不是在帮大家灭属 这送上门的帮手 没有不用的道理 恶魔把所有的粘液交给小乞丐 让她绕着阵子倒一圈 恶魔交代完 就去打断村民的会议 她通过那张卡片轻松控制阵长 然后自己站到前方 给民众洗脑 不料小乞丐突然冲进来 她告诉大家 身负是恶魔假扮的 此人故意制造大雾 就是不想让你们看到地上的黑线 人民们听完哈哈大笑 谁都没有心小乞丐的话 女探长和助手提前离开会议 两人刚走出去几米 就看到一扇门上挂着猪头 老妇人的身影从雾中一上而过 探长二人见状 开始相信老法警的话 也许这个阵子真的不简单 此刻一个小女孩冒着大雾玩球 她发现无论自己怎么用力 皮球都无法通过敞开的大门 这个小镇就像被无形的屏障封锁一般 想必恶魔化的那些黑线 就是为了防止阵民逃出去 画面一转来到阵长这边 她因为卡片的原因高烧不退 身边的艾莉也被恶魔蛊惑 这一下可真是内忧外患 好在隔天早上女兽衣回来了 她身上还带着最后一枚银币 此时阵上的大雾还没有消散 大多数阵民躲在教堂里不敢外出 只有一个老汉拎着猪头气冲冲跑进来 她质问众人 是谁把这玩意儿挂在我家门口的 花音刚落 又有一位大叔扔出个猪头 看来这情况还不止一例 就在这边乱成一团石 来到小镇门口的女兽衣伸出手碰了碰浓雾 而恶魔法维尔等人立刻感受到了隐蔽的力量 下一秒小镇姐姐就对女兽衣敞开 守在门口的老妇人往地上一歪开始卖惨 女兽衣马上把她扶起来 两人走到酒吧附近 老妇人就吵着说走不动了 她让女兽衣立刻进酒吧 有人在左手边第一个房间等着你 女兽衣跑进去一看 镇长倒在地上隐隐一息 与此同时老发警那边喘不住气了 她撞懒拘留式的门 抢了一辆警车就想逃跑 女探长和助手火速追上去 两辆车一前一后朝着大门急驰 绝望的村民爬上钟楼查看情况 结果发现除了小镇 外面根本没有雾气 就在这时 一辆车朝小镇驶来 原来是大胡子回来了 她轻而易举地走进了小镇的姐姐 同一时间内恶魔告诉艾莉 女待会儿可以从盛气室逃走 说完她就离开教堂将门繁锁 镇民一看赶紧上前撞门 艾莉趁机溜到盛气室爬出后窗 而恶魔朝窗户里扔了个烟头 火星引燃圣衣 教堂即将陷入火害 此时的艾莉前往酒吧救镇长 结果一开门就看到女兽衣 得到恶魔指点的艾莉 战斗力更强 镇长想过去帮忙 却不小心掉下床 她衣服里的卡片掉到了地上 那边的艾莉和兽衣滚下楼梯 她抓住对方脑袋猛砸 然后耗下女兽衣的银币项链 镇长赶紧过来推开艾莉 还想让她交出银币 艾莉把银币交给了恶魔 另一边证明总算撞开大门 他们一股脑的逃出着火的教堂 众人迷失在浓雾中找不着方向 就算找到出口也出不去 而大胡子来到了教堂密室 打开了自己的军火库 大胡子带着装备走出大火 她随手甩给镇长女兽衣一个黑包 让两人拿好武器一起拯救小镇 谁知下一秒恶魔自浓雾中现身 她诡异的笑容若隐若现 在绝对的力量面前 人类是如此渺小 大胡子根本不是恶魔的对手 镇长二人急忙把她扶进地窖 恶魔没有找到三人只好收起农物 小镇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之前的意外像是从未发生过 但只要留心观察就会发现 镇上的居民如同行尸走肉一般 这天一批日本游客过来游玩 他们发觉整个小镇安静的吓人 下一秒几个当地人突然出现 然后一股脑地扑向游客 躲在屋顶的镇长看到了这一幕 他赶紧回地窖告诉女兽医 原来三人已经躲在地下长达15天 在此期间大胡子查到了黑线由来 那是由未出生胎儿的鲜血之称 属于非常古老的咒语 大胡子为了寻找出去的办法 正在教堂的墙上凿洞 他需要镇长帮忙挤起两样东西 第一是藏在教堂内的圣安薄罗靴之血 第二是整个地窖的地图 为了帮大胡子找到这两样东西 镇长趁着夜色潜入教堂 此刻恶魔纠战雀巢 竟然真的以神父身份不道 他还给日本游客分食圣餐 只要吃下去就会被恶魔控制 在一众用嘴巴接圣餐的镇民中 只有艾莉选择用手接 难道他没有被恶魔控制 镇长趁机拿走了圣安薄罗靴之血 随后他去市政厅找女兽医 寻找地窖地图 谁知两人被撞了个正着 镇长用枪托砸晕工作人员 女兽医则威胁同伙交出地图 他们把两样东西交给大胡子 后者摔碎玻璃瓶 将圣安薄罗靴之血 抹在自己跟信哥的眼睛上 如此一来 大胡子便能跟鸽子共享事业 可惜小信哥刚飞出去不久 就被恶魔的傀儡发现 当晚镇长再次出去探查 他看到几辆黑车开进小镇 似乎在运送什么货物 镇长看得一头雾水 打算去艾莉那边打探消息 没想到对方真的没吃剩餐 一直保持着清醒 两人难得坐下来逛进晚餐 镇长希望艾莉跟自己一起离开 可后者不想见到女兽医 两人闹得不欢而散 等镇长一离开 艾莉就带着她咬了一半的吐司 去找老妇人施展巫术 只见女人沾了一点果酱杂摸 她尝到了镇长和兽医唾液的味道 艾莉文言心碎欲绝 老妇人抹掉她眼角的泪 调制了一瓶神奇的药水 她用银针占取液体 然后别在艾莉的衣服上 不知道这两个人到底在搞什么幺蛾子 而大胡子跟兽医进入挖好的地道 两人打算去城堡找银币 镇长很快过来集合 另一边老法警和小乞丐也没有被恶魔迷惑 但老法警被关在了拘留室内 小乞丐略施小技引开女探长二人 趁机救下了老法警 不过她很快抛出一个重磅炸弹 小乞丐所说的人应该就是法维尔 他将来到小镇取走第三十枚银币 小乞丐告诉老法警 拿破仑曾经用三枚银币做尽坏事 最恶名昭彰的希特勒 也只得到过五枚银币 消失一下法维尔及其三十枚银币后 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举动 画面一转让我们回到地窖那边 在前面探路的大胡子误入陷阱 女兽医赶紧过去帮忙 而镇长接着往前探路 她一晃眼居然看到了艾莉的背影 镇长赶紧把此事告诉女兽医 后者一听火冒三丈 我不是让你远离那个女人吗 她拔出银针刺向兽医 然后颤乱离开地窖 镇长发现叫不醒女兽医后 急忙去找大胡子求助 可是等两人返回原地时 女兽医已经消失不见了 次日浩浩荡荡的车队开进小镇 法威尔以及若干教徒登场 她热情地跟恶魔拥抱 两人的大计马上就要完成 小镇四处是动物尸体 墙壁上全是鲜血化成的符号 飞舞的银虫充斥着每一个角落 一切信息都在昭示着 今天将会有大事发生 此刻大胡子跟镇长潜入酒店 两人找到了昏迷不醒的女兽医 就在这时 法威尔跟恶魔路过 大胡子悄悄跟上两人 镇长正准备追过去 却发现神秘老夫人突然现身 她告诉镇长 想让女兽医清醒 只需要拔下那枚银针即可 镇长不宜有她拔下银针 女兽医突然血流不止 老夫人在一旁不停地尖笑 镇长气得冲过去 抓住她一顿暴躁 不料老夫人长出树根蜘蛛腿 另一边 大胡子推开房门 她看到满墙壁 贴满了动物头颅 该隐派杀了这些复活节祭祀动物 就是为了这次一世祈福 而法威尔正在前方沐浴更衣 她换上被受血染红的长袍 恶魔过来阻止大胡子坏事 同时还坦白了一个秘密 其实当初附身西亚科默的恶魔就是她 恶魔是故意将银币送到大胡子手中 让她无形中充当了银币守护者 正如耶稣的诞生需要犹大的背叛 法威尔的登基也需要圣徒献祭 从一开始 大胡子就是他们计划中的一环 此刻法威尔已经穿戴完毕 最后一枚银币嵌入网冠 她手持曾刺伤基督的朗基努斯之矛 深深插入了大胡子的胸膛 法威尔完成所有准备后 推开窗子走向阳台 她即将成为罗马教廷的新教皇 与此同时 镇长带着女兽医准备逃跑 不料被女探长跟助手赌注 镇长二话不说 开枪射中两人 然后带着女兽医逃离小镇 小乞丐怀中的信鸽振持欲飞 她挣脱束缚冲向天际 大胡子感应到了鸽子的视野 于是控制对方飞向法威尔 接着大胡子忍痛拔出狼基努斯之矛 她大喊一声冲向前方 抱着法威尔摔下大楼 王冠上的银币散落到地上 各个教徒像是看见腐肉的猎狗一般 全部冲过去抢夺银币 其中一枚滚到了艾莉脚边 她捡起银币跟着黑神父离开 事后众教徒带着银币一哄而散 地上残留着大胡子二人的尸体 恶魔见状只好换了副样子 走进镜中世界 第一季故事到此结束 节奏紧凑引人入胜 光是片头就奠定了整部剧集的基调 将宗教色彩和恐怖悬疑结合 围绕30枚银币娓娓到来 每个支线小故事都很用心 特效和剧情也不拉垮 可能到了后半段有些拖沓 但是整体瞎不掩欲 绝对值得一看